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假阿西 这一局这个地图叫做每人赠送一个核弹 开局的话每个玩家边上有个箱子 你转一下的话 就会有一个核弹 目前我们这个核弹在手上还没有用不着急 开局的经济比较多有16000 然后你看这个红色 红色家里面那个箱子还没解 结果 他应该是被砸了两次 这个核弹被砸两次的基地肯定没 这样子红色家里面这个箱子还在 既然这个箱子还在的话 我们这个核弹肯定要先把它用 因为你看 我们这个狗一剪的话看到没有又有个核弹 只不过这个核弹的话我们先不着急放在手上 然后把这个油井一战 这个地图的话每个玩家都有一个隐藏的油井 然后我们站到中间这样子我们就有两个油井 到后期我们这个优势的相当的大 我们先放地堡把这个绿色带走 这个绿色的他说的这个角度的话想跟我拼地堡肯定是拼不过 现在绿色的核弹他是用的 那个橙色的他的核弹也用的 刚刚我们用核弹砸了他所以说他肯定要整我 你看那个橙色 造了很多小兵 但是他造小兵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放地堡 然后我们就造空子部 我们这一局随机的是个德国 接下来我们就说吧你看 手上钱多我就情不自禁想造这个高科 因为这高科的待会我们可以造间谍 间谍把兵营一脱的话 或者重工这样子相当厉害 这个绿色的 他在后排甩了一个船上 而且他造了空子部 他这个架势的应该是想造那个光临棒 我们不要给他机会 这两个地堡都可以打到他的基地 坦克将地堡打基地的话这个绿色肯定就顶不住了 这个绿色手上有钱他在这里造飞行兵 我们先把坦克修修你看这家伙又补了个电场 他在水里面还造了一个神盾 大家看他那个船场 离这个陆地的稍微有点远 其实像这个地图打到后期的也可以熬阴 他在水里面有船场然后可以疯狂的造那个驱逐舰 加上造这个神盾 万一我的基地要是被整掉的这一局可能会出现这个熬阴 本身我这个坦克可以把那个兵营整掉 但是我没有打他那个兵营 因为我们准备造个间谍对吧 这个间谍变个声 把这个兵营一摸待会造飞行兵也是相当厉害 现在外面总共是三家注意看那个蓝色 这个蓝色的小工程师过来占油井 这个地图中间这个油井有点属性就是什么 我站完之后你是没办法用工程师站的 必须把它打掉之后再站 你看那个油井这里有一个工程师 刚刚蓝色给我扔了一发核弹 让我瞬间回到解放前 本身我感觉我的局势相当好 照间谍准备投机 现在你看相当难受 这个绿色的飞行兵还要打我兵营 我们这个时候没有防控 赶快又补兵营 但是你看绿色 他那个飞行兵完了打掉我的电场 刚刚我们核弹也是砸了一下那个蓝色 这个蓝色他没有打我 选择过去的打那个橙色 因为他感觉对吧 我马上就要被这个绿色带走了 确实你看 五个飞行兵 这六个 一直这样挠的话 我们根本是顶不住 矿场没办法只能选择卖掉 然后补一个兵营 这个时候很细节了 我们赶快再造一个兵营 因为兵营的血量稍微有点少 这个电场有800块钱的 然后你看我们补了个兵营 这个时候终于爱国者出来 然后卖掉兵营 他这个飞行兵就打不到我了 不过他还有那个驱逐舰 我们把基地往里面收一收 对方你看 他这个飞行兵一跑过来打我电场 这个爱国者没有保护到这个电场 我们赶快卖掉再造一个就行了 他这个飞行兵在这里想打油镜 但是上面那个蓝色也造了这个爱国者 然后你看橙色 橙色来了小兵想打我的基地 我们小兵过去 这个牛车也可以过去压小兵 但是这个牛的其实血量不是很多 本身我还想拉过去赌那个重弓 但是想了想不行 这个牛车血太少了 如果被他那个小兵整掉了很容易升三星 你看对方 拿着这个小兵对吧 一直打我基地 我们赶快把基地收起来 结果你看右边 绿色也来了小兵没关系 我们放狗咬掉这个小兵 这个牛车现在就非常的关键了 他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血了 千万不能上去压 我们继续拿基地 对方打掉我的兵营没关系 我们压掉小兵现在不行了 这个基地赶快往后移退 这个牛车暂时的还不能上 我们先把这个基地修一修 目前手上还有钱 赶快照个兵营 他那个小兵打打打打我基地的 也是打的比较慢 我们直接兵营一放 然后放狗咬掉一个兵 哎呀 剩下三个蹲在那里没办法咬 而且你看这个绿色 右边两个飞行兵加上一个小兵打我 我们先用这个牛车压掉橙色的小兵 然后放狗跑到右边来咬掉这个小兵 但是他那个飞行兵一直打我基地 我们现在没钱对吧 照爱国者你看勾引一下他 但是他跑了 这个绿色其实造不了什么东西的 他顶多造土飞机 但是土飞机对吧 1000万比较贵 他们现在三个人都只有隐藏了一个邮警 而我们有两个邮警 这个时候这个蓝色来了四个坦克坑票 打我基地怎么办 这个基地没办法 只能选择卖掉 那么卖掉之后大家看 我们就只剩下这个兵营了 而这个蓝色有基地 这个橙色也有基地 大家说打到这里 我们这局还怎么玩 这个绿色他有一个船场 这个船场我们这个小兵根本是打不到的 关键是他那里有飞行兵 所以说这一局我们根本是不可能赢的 现在我们只能造小兵对吧 注意看这里非常关键 看到没有打掉牛车 拿了一个三星小兵 这个三星小兵他的射程就比较远了 这个橙色的地堡他肯定是防不住 然后我们这里准备继续造小兵 但是造小兵的同时我们肯定要配一个工程师 看能不能浑水摸鱼把那个橙色的基地给他摸过来 目前手上有点卡钱我们稍微等等 这个小兵一定要一起出动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橙色 他竟然造了一个空子布 接下来我们肯定要快一点去整他 不然他的飞行兵要是出来我们就摸不到基地 注意看上面那个蓝色蓝色有个工程师就想过来占我这个邮警 这个邮警必须要打掉再重新占 好我们的小兵往前注意看这里 工程师准备在后排的混沉摸鱼 好来了老弟 这个基地不要收好不好给我好不好 漂亮 把这个基地一占 你看这个什么绿色 他在提醒蓝色 他说蓝色 你打他的电场 打掉电场呢我这个爱国者就不想了 但是没关系你看我们小兵一过来疯狂的输出看到没有这个蓝色 坦克就剩下三个了 这个橙色想造工程师占基地怎么可能对不对 他现在造了飞行兵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基地往后面退一退 这里有一个爱国者 你看这个绿色 绿色的三个驱逐舰一直在正那个地面 虽然说可以打完那个电场 那个爱国者好像也可以整到但是没关系我们修一修的就行了 主要我有两个游景 现在我们小兵准备上去把这个橙色带走 橙色造飞行兵的话我们就站出去往后退一退 本身我造了一个工程师 还想把他的重工借过来 但是对方卖了 我们往前一端打掉蓝色的地堡 蓝色他这个小飞熊他是不敢上来的 因为他有残血 主要我这里有三星小兵 一下就整掉那个小飞熊了 目前我们手上准备再来一个爱国者 因为橙色家里面有那个飞行兵 我们干脆把下排这个卖掉 勾引一下 这个橙色的就过来了 一旦过来的话这飞行兵的就没了 然后小兵往左边移动一下 工程师准备过去的站他那个机场 但是这个橙色直接自爆了 那么把这个橙色带走之后 今天下单你看 我们小兵往上一走 这个蓝色有点着急了 在这里的造狗 其实他这回就应该造围墙 多造几个围墙把建筑围起来我还没办法整 现在你看他造了这么多狗 其实手上还是比较有情 但是没关系你看 我们这个小兵打掉这个坦克之后 这些狗的话根本是咬不到 再往前一蹲 放地宝对吧也没有用 这里面有三星小兵 然后蓝色他就把建筑卖了 卖了之后有什么用你看 我们往前一走打掉地宝 再往前一蹲 稍微小心一点 就用这个三星小兵上去就行了 然后再往前一走疯狂的打打打看没有 一下就整掉地板了 这样子蓝色的他就只剩下一个基地的 他这个基地的还拉到我家门口 想卖掉卖工程师 但是他没建筑了 那么最后就剩下这个绿色 绿色他也只能自爆 因为在熬音也没有用 对吧我们可以造船长 然后再来一局一位一单挑局 当时这个房主开了一个房间名字 叫做三谷无敌 那我们就进来看看到底他有多无敌 这个地图叫做秘密三谷 是一个两人图 一位一对阵 分成左右两边 家里面的这些框都是黄金框 然后 家里面都有两个游景 前期我们先造狗把这个地图探开 这个地图的其实相当于是 赤照图非常的小 你看我们这个狗 直接对吧 咬赢了 这一局呢我们就准备打一个快攻 先把对方家里面事先探开 然后造一个矿场 造两个工程师把家里面游进站了 他现在没有我家里面的视线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想用什么战术 他就不知道 你看我们这里继续的对吧 造动民兵然后再点一个工程师 因为我接下来准备连打带偷 这个工程师直接就走过来 因为待会铝带车对吧 也可以开到前排来 然后重工一撮 先造一个铝带车 然后再点几个坦克 他的重工也出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 把视线探开 这里就非常的细 我这个铝带车里面的工程师 一般的 其实你设定路径肯定是偷重工对吧 或者偷基地 但是你看我们这里 这个铝带车在勾引他 那个蜘蛛要不要上 假装摸他的重工 然后下车 注意看 看到没有这个兵营把他偷了呀 而且这个铝带车是他把那个重工卖掉了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都会偷 对吧 偷重工 现在这个兵营一偷他就没办法放地宝 而我们就可以在他家里面放地宝 两个地宝加上动物兵加上坦克一过来 这样子这个快工是不是瞬间呢就把房主带走了 他现在造兵营呢也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这里呢有十几个动物兵 他放狗呢根本是咬不过来 对方放地宝没有用我们先把他的地宝整掉 然后坦克过去打掉兵营 我们再来个地宝 然后你看这个蛋蛋车他就只剩下两个建筑了 我们直接打掉基地打掉矿场呢他就没了 好打掉基地然后再打掉矿场 这样呢对方就只能对吧选择你的核泛下线了 好这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